你 有没有想过 真果粒里面会有多少颗珍珠呢 嘿 大家好 这里是咸宝宝 爱的魔力 转圈圈 想你想到 青花怒法黑夜白天 可是我害怕 爱情只是一瞬 那我们100瓶真果粒里面会有多少果粒呢 我们先数一下是不是100瓶吧 数了一下 这里确确实实是有100瓶的 就是这个真果粒的瓶子有点小 只有125毫升 我准备拿一个滤网过滤里面的果粒 让我们开始吧 一想到以后自己老了 回想起自己的青春都在干什么的时候 一定会想抽自己一巴掌的 好 这个碗差不多满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挤了多少瓶 里面的椰果也就这么一点点不是很多 我家没有更多的盆了 所以我们要改变战略 我们给他灌进这个美之源的瓶子里 你们知道在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咸宝宝的视频看有多难受吗 咸宝宝的视频是打发无聊时间最棒的呢 最棒的呢 加油加油加油 反正也没有多少了 就这么一点 我可以的 我没有瓶子可以灌了 我又没瓶子灌了 灌满一瓶美之源 需要四瓶真果粒 这里有十二瓶真果粒 也就是说我还要喝三瓶美之源 我估计我这辈子都不想喝美之源了 那么这里就是一百瓶真果粒的里面的椰果了 一百瓶真果粒里面的椰果 有点像我们早饭吃的那个粥 真的像一粒一粒的 那么让我们来吃一点点 就椰果粒啊 不过对喜欢吃椰果的人来说应该还挺好吃的 就跟喝粥一磨一样 只不过那个粥变成了果粒 而且那么多吃在嘴里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感觉嘴里密密麻麻的 被填满了 白色的 黏黏的 想要洗牛奶浴的来我家呀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我是险某包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是险某包本人 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这个视频的想法是来自王阿蜜 他不是做了一个一百瓶美之源的视频吗 有个观众就说一百瓶的真果粒它是什么样呢 想看看 于是我就做了 我就是一个撑热度的狗 你们可以猜一猜我后面的美之源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